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今天要來分享情報了 海賊王1,121話洩漏暗示2 廣播結束,貝加龐克正式死亡 或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如果拆一堆暗示,我會幫你治理 這些洩漏100%與劇情有關,大家可以安心的看 稍早前已經有暗示1了,沒看過的可以先去看看 這次暗示有兩個,一種是暗示圖片,一種是口述暗示 這是兩個不同的洩漏者發布的 先來看看暗示圖片吧 暗示圖片只有一個 一個大頭人物投稅掉的GIF檔 我想大家腦中應該都只有一個答案吧 那就是貝加龐克正式死亡的暗示 畢竟大頭一直以來都是貝加龐克的標誌性東西 但現在他大頭消失了 但在吳老星闖入實驗室後 也有遇到貝加龐克消失的大頭 他被放在實驗管子裡面 也有可能這個實驗管子的大腦被打破了 或者說只是因為貝加龐克廣播結束 所以認定他死亡才有這GIF檔 只能說不管怎樣 貝加龐克終結可能已成定音 畢竟他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這暗示圖除了是在指貝加龐克的可能性 我自己無法想像有其他的可能性 就算有其他可能 但機率都沒貝加龐克死亡 或者是廣播結束來的有機會 另一個口述暗示是他先說了這一張很有趣 接著說這一張以主要角色為特色 意思應該就是會有一個佔據了整張風頭的人物 接著說但蛋頭島的故事還沒結束 所以我們將不得不等待下一張或之後的一張 而他文章的圖片放的是莉莉絲 那這主角可能是誰? 剛剛說過這兩暗示是來自不同的洩漏者發布的 所以有可能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如果貝加龐克正式死亡的話 那麼他絕對會是這塊的主角 當然你說莉莉絲也可以 畢竟莉莉絲是唯一沒死亡的貝加龐克 他是被阿特拉斯給關閉的 就是為了讓約克偵測不到 約克現在只覺得他是最後存活的貝加龐克 所以莉莉絲的存在絕對是一大伏筆之一 或者你說遠古機器人的戰場 遠古機器人接下來的最後一招 很可能就會讓他死亡 所以遠古機器人有可能會在他死亡前 開始回憶一些東西 或者你說把土星趕下船的人物 這人物由魯夫、波寧、大雄都有機會 魯夫應該不用多說 畢竟他實地就擺在那裡 那波寧、大雄怎麼回事 要打倒土星的話 最適合的人物並不是魯夫 而是波尼或者是大雄 畢竟土星就是讓他們一家子那麼慘的人物 所以有魯夫打飛或許不是最好的劇情 當然之前也有說過 黃緣也適合背叛 只能說這話的主角可以有很多人物 大家覺得這兩岸四字答案是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猜對我會幫你置頂 我們下個情報見掰掰